如果我问你巅峰战法师胜率哪加强 你可能会说杨宇怀柴鹅或者绝活小猩猩 但这个赛季法王只有一位扁鹊 55%的胜率超过了貂蝉的出场率 可谓是风光无良 之前我们已经预言了扁鹊的崛起 但真没有想到会变得这么强啊 而且5.96%的般率说明 大部分人还是没有意识到他的恐怖之处 今天就给大家支支招 看到底如何才能克制扁鹊 那需要说明的是 无论什么出装什么体系的扁鹊 他都是个手短腿短 倾斜慢没控制的笨重法师 所以针对扁鹊有三宝 第一 长手打短手 比如干江 女娃 都是扁鹊遥不可及的目标 基本上只能单方面挨打 第二 是强控打无控 比如西施 招军 最后是爆发打持续 例如火舞 网儿 那有没有一个法师 同时兼顾这三个特性呢 有的 女帝五五折天 同时拥有比扁鹊远的射程 频繁的群控以及不低的爆发 而且很适配梦魇 要知道扁鹊是一个 需要持续输出的英雄 不停的击退和击飞 会大大干扰他的输出节奏 而且女帝有二技能自保 扁鹊也很难找他麻烦 什么 没有女帝 小事儿 直接选上战次打野或编路 比如纳可露露 花木兰 关羽之类的 如果觉得这类英雄较难操作 就直接来一手攻本武藏也是可以的 扁鹊面对攻本不讲道理的凸点 也是毫无办法 攻本的护盾也可以很好的抵挡毒 总之记住一点 阵容伤害一定要够 千万不要上路选个坦克 打野选个蓝领 面对扁鹊最好的办法就是进攻 哪怕一换一也要赶上 这时候手推加弩 还是老规矩 一寸长一寸强 非常不推荐守约 可能你前期狙他狙的很爽 等他发育起来后 你的消耗就很容易被奶回来 另外扁鹊一般会出十字语言 拥有高额双抗 所以马可也是不错的选择 笨重的扁鹊根本就是马可的活靶子 但当前版本马可强度偏梯 建议加强后再选择 最后是辅助 大部分开团型英雄都可以强开扁鹊 而这里需要点名一位 与扁鹊相伴相生的辅助 孙命 孙白扁的强度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可以说是之前孙白羊的终极加强版 而这个体系的关键就在于孙命 没了孙命 扁鹊根本就跑不起来 也很容易被秒 所以如果对面拿扁鹊 建议直接掏孙病 孙病的转线和群体抬血 是扁鹊很难应别的 白旗也同理 没了孙病强度会低很多 所以打折要打七顺 辅助才是核心的有没有 另外扁鹊这类涌动机英雄 都有一个特点 顺风特别强 逆风就特别武力 所以只要不停的来骚扰他的发育 同时阵容尽可能的选前期强势的组合 让他在发育起来之前 就扼杀在摇篮之中 那么逆风的扁鹊可以说 既没有倾性能力 也没有伤害 虽然强势 但他的缺点也非常明显 现在他就像一个曾经的司空症 孟奇一样 都是在吃版本红利 待大家都对他更了解以后 相信会有些许降温 如果降不下来 官方也会帮他降温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 一个ID名为 我个秀儿的先有留言 在医院一边输血 一边看大仙打亡者 一会血带给我输血 一会我给血带输血 建议在医院看我视频的好兄弟 先看标题 如果标题是那种带飞血 那就可以安心看了 不然我怕你顶不住呀